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动车成为了我们主流的发展趋势 由于环境污染的加剧 许多车企开始主要研究电动车 低碳排放和节能环保 是大家公认的电动车的亮点 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新闻爆出 托斯拉Model S车主因排放过多二氧化碳而被罚款 让人们不禁有些疑惑 电动车真的是节能环保吗 接下来小编就和大家聊聊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一位消费者在香港花了5.1万美元 买了一辆Model S 最后被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 逐以1.088万美元 也就是7万多人民币的罚款 原来在通过新加坡政府车辆碳排放标准检测试 Model S在测试后 被认定为非环境油耗车型 所以才会有这个罚款 但是不是说电动车节能环保吗 它也会污染环境吗 虽然我们换算下来 特斯拉Model S的碳排量为每公里222克 在车辆排碳量计划的收费范围之内 但是它充电的时候 发电厂在烧煤 所以这部分污染也是应该算在电动车头上的 那电动车被罚款就并不冤枉了 我们每年发电大部分使用的是火电发电 电动车的电源就是火电发电提供的 那电动车与燃油车的排放量差距就不大了 毕竟烧煤产生的颗粒物 要比烧汽油多得多 由于目前我国的火电占有主导地位 所以电动汽车在中国 乃至绝大多数火电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都不一定比燃油车更环保 但是相信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早晚电动车的污染会越来越小 最后成为世界的主流 最后一终的汽油多得多得多都 从小来 movie裡 每个月期间都要是必要的 一路过那 这几百路 感谢观看